大家好,我是小年 因为疫情,很多喜欢看电影的人都没有地方去看 很多不喜欢看电影的人也都无聊拿起手机,刷截料片等等 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一幅好的电影其实真的跟宣传息息相关 而这期视频却是回到一步 没可能听都没有听过的芯片 无限 又名,想哭的我,戴上了猫的面具 在写这边文案的时候 我姗姗改改,一直在纠结为何动笔 只因为我知道 无限电影终究还是被打伤的动画二字 在日本家长从小指着孩子看动漫的时候 我国家长却是直接扼杀孩子惯害动画的权利 这里所指的孩子并不是那些努秀未干的小屁孩 而是那些跟少年一样都正直青春的少年少女 当我们手机打开一部动漫的时候 或许迎来的就是大人们那尖酸刻薄的嘲讽 都几岁了,还在看动画,幽不幼稚啊 这种思想不仅让很多年轻人也同化了这种思想 以至于动漫电影总是被扣上了幼稚的标签 又月十八五现在网配上架 同样在国内也同步复被公开 还未上映的时候我就不断地给我周围的人 案例这部治愈的电影 可是却遭到好友们的无尽反击 你自己都没有看过就来给我们案例 也不是,它的编剧真的很优秀啊 那又怎样 我连副走者联红出的时候都没那么在乎 也不破断无漫,有什么好看的 额... 虽然好友说的话,我也是有些无奈加生气 可我确实也还没有去看过 只是认为有刚妈做少应该不太差 可当天上映后我也立马刷了这部电影 那种温馨之余的感觉能就引导在我的心头 于是我还是连不住再次向好友安妮一次 可却还是遭到了无情的反击 一部破动漫还得收费 作妖哦 呃... 都半才6.7分 那么低几乎只能变得无意了 呃... 是的 我到最后都没有成功给朋友安妮到这部温馨之余的动漫 我不知道是不是时代变了还是我能就活在过去 在这块节奏的时代下 能不能口味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像无限这种有点像在喧嚣城市下的邻近森林 难道能引起共鸣的人都没有了吗 所以今天我打算进行上不算驱途的案例 观点一 这是一部只适合年轻人观看的动漫吗 其实无限作为一部主打青春成长的动漫 理应受众是在青少年群体 但其实它却是一部适合全年年轻人观看的作品 只是喜欢它的人会很喜欢 不喜欢的估计也很难喜欢 它不是一部废老的动漫 只要清楚 这就是一部讲述少年少女之间的恋爱故事就会很流上的观看 但正是因为前者道情感这种题材 所以无论你如何去描述 都会有人无法引起共鸣 而觉得这就是一部枯燥无聊的烂片 刚刚2011年出品的《卫文化名》 是一首广大观众的强烈喜爱 但即便如此 却依然也会有人在评价上面打出这样的评论 信仰不同心力不同的人 在看待一部情感题材的作品 也就造就了不同的感受 而我以前讲述的完完全全就是 彻头彻尾的当代恶臭年轻人的情感 你可能不理解再看到女主在自己房间大声喊着 毕业后我要和拦出结婚时的那股中恶 或是人间想起了年轻时 很多人对喜欢的女生许下了承诺 此生我非离不去 连个年轻人都做过让自己可笑的事情 但却在长大后都忘了一干二净 这又到底是为什么呢 观点二 我困了一半 你最近又是标准套路 差点弄我睡着了 最主要的是还浪费了我六块钱 是的 标准的套路 已经很不讨戏的女主 成了这部片子的槽点之一 但是很多人却忽视着故事的背景 是在一个重组家庭下展开 少女在青春期的不被理解 和生活上的不如意 在她的面前 却永远都是一副 活泼和开朗的模样 将内心的不满 压抑在深处 你能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少女 在面对自己喜欢的人时 就可以毫不顾忌地在作用人面前 表现出 我就是喜欢男主的搞调操作 可以因为对方一句话 一个行动 那激动一整天 我还往往喜欢一部作品 不是因为她的剧情设定 也或者世界观有多么优秀 而只是她就像一面镜子 映出了我们的样子 看起来很幼稚的女主 却在被拒绝时 被伤害时 被骂时 仍旧不是疲倦地 回装自己 不自然地带着眼泪 笑了出来 而男主算是女主 在生活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的情书告白 被同伴同学拱难念出来 以至于男主感到丢人 而说出了讨厌女主的话 我不知道这瓶前的你曾经 是什么模样 可是 我就遇到太多少年少女 在喜欢对方的时候 被同伴同学调感后 那害羞的场面 即便喜欢 也会红正脸的说出 没有 我跟她没关系 我才不会喜欢她呢 这样嘴硬的话 很多人无法理解 为什么男主 可以瞬间从讨厌女主 到结局 突然转换 并且告白还在一起 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奇怪这个问题 因为我在观影的过程中 从始至终 先不说男主 喜不喜欢女主 起码表达出了讨厌的原因 只是因为感觉 自己丢人了 而在情感铺垫上 也多次表现男主 其实不讨厌女主 只是希望她可以 不要这样夸张化地表现自己 当女主受伤 她会第一个站出来 带她去看伤 当女主变成猫失踪后 也会着急地去寻找 这不是不爱 而是不敢面对 自己的情感 加上男主的家庭背景 是从一个需要依靠妈妈 来维持的环境 男主的未来 被妈妈强势规划好 即便她有意见 也会抗议无效 而被驳回 以至于男主 从来都不奢求 自己说出的话 能有什么作用 导致她对诸多事件 只会逃避 这不 已经到了夏天 可能很多人 已经忘记了夏天 代表着什么意思 那是分别 那是许多学生 要说再见的时候了 可能会留下很多遗憾 很多不甘 担心回不去了 来年的夏天 已经和往年的夏天 不再相同 校园内的喧嚣 早已不复存在 至于需要花钱这个操作 我觉得 也是合情合理吧 本来是要在院线上映的作品 我在想 如果没有疫情 最少一张票 都得二十起步吧 在价格上 我认为 已经还算好几八K 但是对于那些 认为 主播作品过好的人而言 可能一块钱 都觉得是浪费 这点 我实在还没办法反驳 要不 你去拍一部给大家看看 免费的最好 观点三 豆冠菜6.7分 那么低 几乎是烂片无疑了 前面已经讲过 本片的早点活费 就是在于 剧情过于平淡 没有嫌切妥当 也或者无法引起共鸣 还有就是收费 这一波操作 对比刚刚的未闻化名 以及很多人都喜欢 拿来做对比的乘坐 你的名字 确实是有不足 但是我却认为 超越了18年刚妈的 昭华稀释 我们很难一个人 永远保持一个巅峰 就例如新海城导演 也是在多次尝试后 才确定了自己的风格 新上映的《天际之子》 显然没有超越李明的程度 就好比 宫崎君老爷子的作品 自前已宣寻 但生后 并再也没有一部作品 能够超越 可是在很多人心中 前已宣寻 并不是老爷子最好的作品 加上 无限在上映前 就做了挺多的宣传 以至于很多人太过于期待 毕竟在越快的宣传 它的很多景色 做到了我认为 看病新海城的魔鬼画风 不过在上映后 人物表情确实是有一些崩坏 最初有典型的捧得越高 就摔得越惨 那种失望的情绪 造就了观众的负面情绪 所以平分第一 不代表它差 就像18年内部 被喷得最惨的黑马神作 轻语飞扬 你敢说它整部内容差吗 那我不至于 只在几出设定崩坏 以至于沦落到史上最低平分 那些高平分的电影 它是真的很优秀 但不是对应于低平分的作品 就一定是差的作品 可是它也不是我所说的那么优秀 故事中一直围绕着有两条主线 一条是关于青春 一条则是关于成长 在青春方面 我认为是有产生过敏的 而在成长方面 我却觉得太过于着急 因为在结尾周时 过于受众于男主和女主的情感表达 而没有好好营造 女主和后妈之间的心结 好像只要是女主能够追求到男主 那前面所有问题 都可以迎认而解 这样的及时感 这也是影响平分的作品祸首之一 细节的处理不够偷当 关键四 卧槽卧槽 这不是超级的千语千询吗 咦 故事中所出现的猫倒巨星 确实 有点像千语千询的神灵世界 同样都是差点 不把回到现实 但是仔细一看 却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那个外面居的猫咪 也是人不具的核心的物 它能飞能遁地 整天给女主补鸡 做猫就可以无忧无虑 只要每天天天天屁股 吃饭睡觉就行了 这样一说 反而是在问各位观众 你对人间 还有多少留恋 如果你愿意的话 就可以逃避人类 需要承担的那些责任 只要做猫 你就可以和世界合见 而看似贯彻 整部影片的大恶人 实则 却在某种意义上 拯救了男主和女主 让他们的青春和成长 有了不一样的情况 也解开了两人彼此的心结 你说抄袭 我很难看到这是一部 彻头彻尾的劣质品 讲了那么多 真的很希望你可以去观看一下原片 或许你会喜欢 但连我这么刻意的案例 可能有人会认为 我是在恰饭 我跟着很严肃的决定 我没有恰饭 而只是单纯的想 按理刚妈这个作品 在过段时间 我也会进行巨头版的解读 也希望你能够关注我 期待一下 到时候 会有更全面的解读 我是少年 一位明年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可不可以给我视频 点赞评论一下呢 这对我 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 请不吝点赞评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